我都不觉得你是她的现女友 我觉得你一直是个工具人 从最早吃火锅的时候和你搭讪 她能是那么勇敢的人 只能证明她没心动 如果当时她对你心动了 觉得你就是她心中的女神 她一定不会表现得那么自如 当她非常自如地 还能够去跟你谈笑风声 去跟你拼桌留联系方式 然后接下来就那么轻轻松松追到你 因为没动心 没走心 她只是在那个时候需要一段感情 也许就是需要一段 来气她前女友的感情 或者来告诉自己 我走出来了 你看我都可以接受一桩新感情了 就是给自己加油的那么一个工具 你就是那个工具 她没有隐藏她的任何行径 比如说跟你谈恋爱了以后 没有隐藏她的空间 对吧 您是在她空间里头看到 她过去吃过的什么美食 她分手之后写给自己的心情 写给自己的留言 她没隐藏 没删除 为的是什么 为的就是等你这个观众去看 没有观众的话 这桩思念将多无聊啊 没有人听我聊我和我前女友 天哪 那故事就会烂到肚子里去了 太无趣了 我身边的朋友都听腻了 我的前女友 她本人也不想听了 因为她有男朋友了 我只有在找我一个新的工具人 她每一次翻我的旧事 我都会开心地跟她讲 你今天来到舞台上说 我不爱我的前女友了 我可以为她做一切 你这一段话 还是说给你前女友听的 你的心中的观众 这一次不是她了 你心中的观众 是看电视的 将来的你的前女友 因为你太害怕丢脸了 太害怕让前女友发现 你还念念不忘 尤其是她已经忘了你 昂首迫步地走过去的时候 你不想变成在她身后 还依然不能够忘却的 那个可怜虫 所以你需要在电视机前说 不 我爱我女朋友 我跟前女友只是好朋友 你为了成全你的那一点 骄傲 那一点自尊心 依然在把我们所有人 也想当成工具人 如果你真的在乎 你现在这个女朋友的感受 在她第一次发现 你在微博里头排序 前女友第一 前女友男朋友第二 这样的访客的时候 你有没有说 我从此注销微博 我再也不看了 没吧 当她第一次看到 李先生介意的时候 有没有当着她的面 拉黑且删除 让你们永远无法再接触了 没吧 没有 当她在你的电脑文件夹里 看到了你和你前女友的 合影的时候 你有没有当着她的面 就此给她格式化了 没吧 你留着你前女友的 所有的这一些 随时随地地 想为你们过去的爱情点蜡烛 而且你生怕没人看 没人听 这就是你不愿意 跟她分手的原因 因为一旦分手了 你又变成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思念前女友 只有流行歌 才能够让你心里头 起一点涟漪 但你要的是 活生生的人 坐在你面前 你点一份 跟前女友吃过的饭 然后 看着她面露难色 故意惆怅地说 曾经啊 然后看着这个人被虐了 你开心了 因为你又有观众了 你爱的就是那个女孩子 你放不掉的 就是那个女孩子 你就不要再拖一个无辜的女孩子 变成你的工具人了 学习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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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雪